好同学们做完了吗 那同学们一起看啊 这个Tom return就不是飞动词 变时代了 从经理办公室回来 你是这么画的吧 当然最好把那大地一起画 这叫飞飞动词做什么语啊 结尾前面是个完整句 结尾可以有豆豪或者没豆 很好 这就是做壮语 找到了吧 来看第二题 The meeting to be held in that hall 大地 has already been crowded with reporters 已经被挤满了 记者 好 第一步 哎我找的土度 到哪结束啊 跟从剧结束的方法 一样到第二个动词出现之前 扩起来 于是主剧就水落而石出 这个会议 has been crowded with reporters 什么会议呢 你看土度前面来个名词 即将在那个大厅要召开的会议 是个形容词吧 所以飞动词做的是 丁女你画准确了吗 那来看第三句 Having reached the peak of the Everest the climbers cheered against the fierce Northwind Everest 我们都知道 朱姆朗玛 风儿 peak叫做山峰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 衣服也叫peak 对吧 那么好像叫匹克 还是什么的衣服 忘了 那同学们 首先看到独音画起来 已经到达山的顶峰 开头打斗号 想都不想吃 有老是做竹语错了 做竹语哪有斗号啊 你看我给你刚才那做竹语的 可爱名 Hughes 蛮好比我家 斗号了吗 为了怕 竹语和壮语混乱 所以做壮语的时候 开头 必须有 斗号 所以这就是飞动词 在本剧 做壮语了 好 第四题 he keeps buying expenses maps he must have more than 200 by now 找到 buying expenses maps 买贵的地图 把他捂住 keep 老是 做某事 这就是做宾语 你说做表语 也马马虎虎 宾表差不多 都是动词后面 没问题吧 好 继续 五六七 咱们一起来看 The one talking with my father is Mr. Wang 跟我爸爸聊天的是 王先生 一起话到哪 talking开始吧 到哪 第二动词出演之前 很好 意思 做什么语 看左面是个人 很好 定语 翻译的时候 再有这么翻译 那个在 跟我爸爸聊天的男人 是王先生 好 继续来往下看 As soon as she entered the room The girl caught sight of the flowers Bought by her mother 你找的那个隐藏的 比较诡异的 非味动词了吗 这是状态重剧 真语干动词 进入 这个是 catch sight of 看见 对使用过去时 老人的正儿呢 注意这题很有意思啊 Bought by my mother 什么花呢 之前被我妈妈买的花 还是定语吧 那同学们 下面什么叫 to live is to struggle 生存就是奋斗 活着就是为了奋斗的 那同学们 第一个土度 在本局做什么语啊 你看意思前面 注意吧 而to struggle 在本局做什么语啊 有的人说 宾语 马马虎虎 但我觉得 爱弥撒 应该叫 戏动词 我们家有个什么语啊 表语 这样叫 不听好吗 那同学们 这样第一步 你得非常熟悉的 判断出 做主宾定状 他们长什么样 那第二步同学们 高考考什么 就考一个 非等语 做主语时 做宾语时 做宾语和表语 一码事 就放在那里 都是动词后面 做宾表示 做定语时 以及做壮语的时候 那三个非等语 土度 都应蛋 有什么区别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思路就是 一个一个讲 不能一起来 我们先讲 非等语 做主语 土度 都应蛋 有什么区别 赵迪为什么选土度 不能选都应 再来讲 做宾表的时候 再之后讲定语 再之后讲壮语 再之后综合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思路 既然他已经不能做 谓语了 那今天我们先来看 非等语 做主语 非等语 做主语的时候 那么同学们 三大非等语 土度 可以做主语 都应能不能做主语呢 也行 比如你可以造个句子啊 我们就眼见为时 英文怎么说呀 to see is to believe 是不是也可以说 seeing is believing 都是做主语 那么同学们 过期分词 DONE 可不可以做主语啊 DONE 写不清了 我写这 DONE 注意 答案是不能做主语的 也就是记住 做主语的时候 只有两个 分别是土度 我们叫不定式 度应 动名词 又名ing形式 而过去分词弹 不能做主语 没有为什么 我永远不说 excited is my hobby 没有这样说的 如果你咬住这个 咱就可以做题了 那么同学们 但是做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老师 那做主语 和做主语的时候 土度和都应 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来看 这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是这样写的 Learning languages is my hobby 学外语 是我的兴趣 第二句写的是 to learn languages is my hobby 学外语 是我的兴趣 第一个大家看出 是不是 读音在做主语啊 第二是不是看出 土度在做主语啊 那同学们 你知道土度和读音 在做主语的时候 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土度表之后 读音表同时呢 当然不是 两句话翻译都翻译成 学外语 是我的爱好 一定记住 在非味动词 做主语的时候 既可以使用土度 又可以使用 都应 但不能使用 DONE 那么他们的区别是 没有区别 土度等于都应 放心 老二高考考呢 放心怎么能考呢 A有土度 B就不给你都应了 同学们 你既可以说 种树是我代号 planting trees is my hobby 也可以说 种树是我代号 to plant trees is my hobby 能明白这意思吗 这就能做考题了 到高考中啊 有同学做错 是因为他分不出所注意 比如我们来看 回顾一下 刚才那道题吧 上海的高考 当年错得可惨了 于是 Expose就为了 什么意思啊 暴露 暴露在阳光下太久 将会对一个人的皮肤 造成伤害 那同学们 你仔细想一想 你喜欢什么呢 有同学想 我怎么觉得都对呢 那你就麻烦了 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 基本的肺位动词认识 看看菲特老师 做肺位动词 他的思路 是我的思路啊 很明确 第一同学们 注意按从去做法 先得看看 这头第四个动词 做什么语 因为做主意 必定语 壮与同学们 是有四个表的 他用法不一样 那同学们 怎么办 先扩起来开头 到哪结束呢 第二个动词 出现之前 Oh will do 很好 暴露在阳光之下 这肺位动词 将会造成伤害 请问 肺位动词 在本期做什么语 开头 没有斗号 紧接着未上场 这是做主意吧 既然做主意 只有两个答案 to do和do in 而to do等于do in 首先我要排除的是谁呢 A 为什么 XO虽然是被动 但这是过去分子的形式 它不能做名词性成分 到时候我们会讲 它只能做形容词和副词成分 就是定语和状语 所以不要选 那同学们 第二 B 我不能选 因为我缺的是名词 after什么什么 是一个时间状语 那同学们 那老师 我选B 行不行 注意 怎么能完成时呢 再次强调 非被动词 做主意的时候 只有两个样子 to do 或者do in 顶多它的被动 土度的被动 怎么写啊 do叫做B加蛋 那土度就是 to be done 而do in的被动 叫做B加蛋 Being done 没有什么实态 heating done to have done 为什么 你俩名词要什么实态啊 众树是外号 我就强调一名词众树 永永是外号 你还强调什么 昨天永永是外号 前永永是外号 所以遇到 只要不是土度的 而B也不能选 答案是不是就是 费了呢 Being exposed too much to the sunlight for too much time will do harm to you 没问题吧 那你要真学明白了 你能给我造个E答案也行吗 好 是不是这么说 土度等于都应啊 叫做to be to be done exposed to sunlight 所以同学们 这要提的 这位答案有B和E 供你选择 sorry C和E供你选择 但不会都给你的 能明白吗 你要真明白 你来一道试试 这种题挺缺德的啊 这叫做 怎么缺德 咱看看 什么使他担心 丢钥匙 什么丢钥匙 丢金戒指 使他担心 没问题吧 中文不考虑 怎么因为 因为他丢金戒指 丢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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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觉得A挺干净的 所以同学们 这种题叫做 记住 一问一答 B出省略 啥叫一问一答 我问你 所以老问你 今天你吃什么了 你分的告诉我 米饭 咱们中文肯定这样说 但其实是 怎么回答的呢 我把上文跟你重复的地方 给省 你今天吃什么了 肯定全程上 我今天吃了米饭 但啥子 咱们回答呢 脑子抽筋了 肯定简称 一样省了 所以中文 由于没有什么成分可言 什么也不会造成误会 但英文要看 他到底是为什么 什么使得他担心 应该是 盖 丢钥匙 什么老 丢钥匙 丢了一个金戒指 Gold Ring 你是不是今天几乎要是 所以同学们 今天咱不说他了 那么 Gold Ring 一个金戒指 丢了一件 使得他担心 你把它捋清楚了 当一问一答的时候 你就学肯定老师 你要不熟 就把它写成完整句 然后再来分析成分 从这儿到哪儿 初结束 第二个动词出现之前 请问Syld在本句左上里 还是主语 没问题吧 做主语只有土度和都应 虽答案只能选非 但不能做主语 原形那就俩动词了 同学们 而4D叫做Be Cause of 原因壮语 这儿缺的是名词啊 能明白吗 那如果明白的话 那有人说老师 再考你一个 自己看 被敌人攻击 有时吧 应该加油 有时是个好事情 好 那么第一步干嘛 扩起来 到第二动词 请问 非语动词在本句做什么语 主语 做主语的时候 哪几种选格 土度或者都应 土度被动怎么写 土臂弹 跟我说说啊 土人的被动怎么写 低音弹 没问题吧 那所以大家 你能首先要排除的是4D吧 虽然感觉被攻击 又被动弹 低音弹 但Attacked 不能做主语 好 第二步 肯定是被敌人攻击 土度有道理 但得用被动 接着你选A还是B呢 这是进行时 同学们 哪有时态 只有土度和毒音 所以答案A To be attacked by the enemy is a good thing 你给我编中一答案 咱们写 很好 进行时的被动弹 B Attacked 好 能明白吗 那如果明白 咱们就可飞宽的往下走了 有人说老师 那真的土度 读音就没区别吗 我说 有一点点的区别 哪一点 我们从这看 那么 Learning language 是什么好比 学外说的好 读音 土度 Language To learn language 是什么好比 土度 做主语 这都没问题 正就是没区别 道着说 可就有大大的区别了 而什么叫道着说 你没发现这个主语 忒偏长了 位语才这么短 不觉得像头重脚轻的感觉 不美啊 当然有些同学这么说 我就喜欢大头儿子那种感觉 喊连宝宝头那么大 哎呀摸得可有手感 那当然 但是一般人们还一般都用个 形式主语 哪个词类了 eat占个位 很好 然后我们写eat is my hobby 先说出来 好接下来再把废位总词 割到后面没问题吧 于是我就出现两个答案 第一叫做 It is my hobby 在后面吧 to learn languages 学外语 写个L代表外语 It is my hobby learning languages 好 那么同学们 写外语后 终于出现点小区别了 你告诉我 上面对 下面对 还是都对 当然肯定不能都对了 记住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那种说法 It is my hobby learning languages It is my hobby to learn 很好 区别出现了 正着说 没有任何区别 倒着说 只用土度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种树说的爱好 正着说 你既可以说 planting trees is my hobby 你也可以说 to plant trees is my hobby 倒着怎么说 It is my hobby to plant trees 学英语男 learning English is difficult 还可以怎么说 to learn English is difficult 倒着说 怎么说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English 能明白吗 政治说没区别 倒着说 直选土度 什么叫倒着说 当It做形式主义的时候 把他们甩到后面 他不能往后甩 这就是唯一的区别了 比如刚才这道题 咱们换一简单的 就这道题吧 我们实时倒着说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啊 被攻 用敌人攻击 我把It 搁在这儿 怎么说 It is a good thing Sorry To be attacked by the enemy 还能选这个吗 It is a good thing Being attacked 倒着说 就不能选了 能明白吗 那同学们 再是刚才要题 在当下 暴露宣态酒 将会对皮肤 所长的伤害 倒着怎么说 It will do harm to one skin 答案是 To be exposed To sunlight 没问题吧 还能选刚才那个C吗 反正是错的了 这就是他们的微妙的小区别 当It上涨的时候 只加土度 99%都这样吧 但是有三个小特例 咱们一起说 什么叫三个特例 只有这三大巨型出现的时候 都给你先展览展览 我们只用Doing 第一个巨型 It is no use doing something 或者It is no good doing something 我们为什么 当词阻记 按理说 这件事是没用的做某事 然后你不能说 It出现不是Doing 得用土度吗 但是固定巨型 别的都加土度啊 It is difficult to do It is my hobby to do It is interesting to do But it is no use It is no good doing something Good这里就是有用的用 等于use 叫做某事是没用的 必备巨型 这一倍来 高快出了一滴 百死你分 背不下来你就死定了 叫做做某事是没用的 再说一遍 做某事是没用的 找个句子 It is no use Learning English 学英语 没有没问题吧 绝对不能说 It is no use to learn English 因为前面有了 No use No good 第二句行 随便记 There is no 加名词 加度音 也叫做某事 没怎么怎么样 但这个名词 可有很多了 比如 There is no point Learning English 学英语 没有意义 There is no telling What he is doing Going to do 他要做什么 谁也无法告知 There is no need doing something There is no use doing something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doing something There is no 名词 也叫做某事 怎么怎么样 而第三个固定的初衷就背过吧 Have difficulty Have trouble Have problem Have fun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有困难 做某事有麻烦 做某事有问题 以及做某事有快乐 比如 I have difficulty Finding a place to live 我在什么方面 遇到麻烦呢 我在找房子 找地方住这件事 我有很大的困难 我们次数叫 Have difficulty doing something Have problems doing something 或者 Have fun doing something 那同学们 这句话怎么在 Do you have any trouble getting a visa 你在得到 visa 叫 签字这方面 遇到了什么 问题吗 那同学们 如果你知道 那接下来 批你将会非常的开心 那咱就一起开心开心吧 告诉我 第一题 喜欢什么